你要拿走我所有的东西,你不要怪我 自从马药祖被关进监狱,外边的真心就得到了马克的细心照顾 两人干柴烈火有了私情 而贾洛因为了继承家产明争暗斗,一直想要打击真心 所以当他得知马药祖早在结婚前就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朋友 并且还生下一个女儿的时候 第一时间告诉了自己的好姐妹 本以为可以成功赶走真心自己上位 没想到真心却意外怀孕并且夺得了马氏集团的CEO 贾洛因不肯善罢甘休 直到真心得罪了大嫂,贾洛因误打误撞被害得流产 姐妹俩终于撕破了脸 面对马药祖和贾洛因的双重背叛 真心决定和马可联手 独揽马氏集团的股份和实权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马药祖刚出狱就发现真心和马可背叛了自己 看着两人拥吻的照片竟是在自己结婚前一周 马药祖凡然醒悟 这两个人早就已经好上了 现在连真心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 他都不敢肯定 更要命的是 他发现曼迪母女的死是真心一手造成的 这下彻底激怒了他 马药祖坚决要和真心离婚 两人情绪都非常激动 最后意外发生了车祸 真心却在此时见死不救 因为他一旦醒来就要夺走属于他的一切 这个女人彻底黑化了 最后马药祖因为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宣布死亡 真心和肚子里的孩子服大命大逃过一劫 而此时的他还要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简直堪争引后 假若以表面上装作安慰他的样子 实际上内心窃喜 而父母才是最痛心的 尤其是马世红 马药祖是他最看好的接班人 如今却就这样离开人世 为了弥补他恐怕会对真心肚子里的孩子加倍补偿 实际上这个孩子是他跟马可的 跟马药祖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他生下儿子之时 就是他继承马家家产之日 简直堪称全局最大的赢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